您好有人在家吗 您好我们是来调查住户的一些情况 我就不太在家 一个一个个敲门 需要好大的胆子 如果有莫使人敲你家门 说是干嘛 你会开门吗 我有一天夜里十一点半了 我已经躺在床上了 有按门铃 因为我想说这么晚了 我怕真的有事 我就应了门 我说有事吗 可以合影吗 他说我是刚才在电梯里跟你遇见的 我的妈 我十点钟回去 他过了一个半小时 可能鼓起勇气 他斗争了一个半小时 他在那 我能不能去 会不会 我助你妈 我觉得每个行业 就是演员也好 歌手也好 主持人也好 经纪人也好 都会有一些行业的 可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忌讳 主持人其实最大的忌讳就是只说话 对 第一不听话 第二不不动情 这是我觉得最大的 包括我们在说很多话的时候 如果我们只是看到表面的东西 你根本不了解背后是什么故事 我们的表达可能就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对 因为我特别赞同 萨老师说这个 因为我自己感受过 就我知道就是这个事情如果做好的话 会给对方带来多大的力量 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在歌手的总决赛的时候 然后就是何老师在舞台上说那句 他就说是希望大家就是不分场合一如既往地继续支持周深 就那一下其实就如果你做到了这一点 其实对方的力量完全感受到的力量 是这句话诚意上千倍上百倍的 我觉得这种就是共情和内容 其实我觉得每个行业可能有自己的特性 然后也会有一些共性 那比如说我觉得在跟人相关的行业里面 保密性就是很重要的 对 保密 不能把你服务的艺人的任何资料告诉给 我连家人朋友 我妈问我我们公司艺人的八卦 我都从来不说 因为我们就发生过这些状况 比如有些年轻的同事过年回家 可能给同学看了家里的什么艺人的照片 合影 接着就被翻拍了后怎么放上去 会造成很多很不好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保密性在我们行业是很重要的 我面试人的时候 如果假如他说他给周深工作过 然后我问他 那周深你想上演多少钱 他如果很轻而易举的就告诉我了 那我也不会用他 那他们应该怎么回答 如果你问这样的问题 他说这就是我上一个客户的保密信息 我不能告诉你 他完全可以拒绝我 他就是不应该告诉我的 就他要谨守 他这个职业本身应该 成为你的员工之后可以跟你讲吗 不可以 就是这是我觉得 我们做这个工作里必须遵守的东西 他很想让你去做这个工作里必须的讲述 他就会帮助到你的员工之后 他就会让你去做这个工作里必须的东西